香港的民主沒有最黑暗 只有更黑暗 這兩天 人大透過解釋基本法的方式 香港政府立即解職了四個民主派的議員 此話一出 所有民主派議員集體總辭 看起來中國對國際的制裁跟譴責 完全不在乎 香港民主黨議員林卓廷 十二號上午在立法會大樓二樓的欄杆上 掛上巨型白布條 大大寫上林鄭或港殃民 抗議林鄭月娥濫權 違反香港基本法與一國兩制原則 不滿中國人大常委會在十一號 指控泛民派議員宣揚港獨 宣布撤銷四名泛民主派議員資格 7月15名民主派議員也宣布一統總辭 下午兩點陸續有泛民派議員陸續現身立法會 提交辭職信 但每個人的辭職生肖日不一 其中七位泛民派議員定在十二月一日辭職生肖 至於遭DQ的議員是否永遠無法重返議會 香港基本法副主任譚慧珠表示 他們有提出司法負荷的權利 但不能重返議會的可能性非常高 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下午召開記者會 表示支持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則強調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依據憲法香港基本法規定 做出DQ決定 堅持完善一國兩制體系 對此美國白宮國安顧問歐布萊恩也發聲明 聲援香港泛民派議員 批評一國兩制是中共在香港擴張一黨獨裁的遮羞部 美國將持續動用任何權力制裁消滅香港自由的人 陸委會則抨擊中共北京扼殺香港言論自由 中共對付香港的例子告訴世人 與中共妥協只會讓他們軟土深掘 無法換來和平穩定 介紹兩位來賓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的研究員 廖福特廖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的理事宋誠 宋老師 信松好大家好 不過廖老師我覺得其實 我說實在不太願意再花更多時間譴責中國 因為對待一個流氓他無法無天 這已經不是新聞的 我想問的一個反而是我比較好奇的一點 為什麼在國際一直對於中國對待香港這件事 許多國家都發出嚴厲的譴責 美國還制定了相關的法律 而且也已經對林鄭等人做出經濟等等的制裁 然後北京在這兩天又出這招 所以他擺明了無視國際壓力 根本對他來講完全不是個壓力啊 我先解釋一下好不好 就是說做全國人大中國全國人大就認為說 他是其實是有理由 根據他的什麼中華民眾共同的憲法 或者是說那個香港基本法 可是我提醒一下 那個香港基本法第七十九條 他其實就是香港立法會議員的話 必須有一些條件 其實就立法會主席宣告 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也就是說他其實是一個議會 他必須有議會的自治 他必須要某一些條件 比如說嚴重疾病 或是你喪失了這個香港的永久居民的身份 的情況之下 才能夠去剝奪他的立法院 那個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這個才是他基本的規定 所以說這跟中華民眾共同的憲法 跟其他都沒有關係 而不是說香港特首就可以去 好像是類似申請的 叫做中國的那個全帶 那個全帶能夠去剝奪 一個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我先把這個最基礎的事實 但是我的問題就是說 跟流氓談道理 談法律 這真的是原木求魚 這個是異想天開 我們現在是最嚴重的情況是 中國政府其實是本來是要控制 行政權 就是他特首的部分 那後來就嘗試要去掌控司法權 比如說他對國安法的時候 他可以要求他任命 特定的法官等等 那現在是更直接的黑手 深入到立法權 到立法的部分 直接去剝奪他的那個權利 比如說之前是在剝奪參選資格 這是兩個不同的層次 前面參選資格 他其實要選舉委員會 來去審酌他的資格 那現在是直接你當選了以後 即使延任一年還有一年的任期 他就直接把你剝奪 那所以說我覺得他是想要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 其實我稱為他叫中國化 就是中國的極權化 那現在你剛才問到為什麼 但我覺得其實中國他 我還是一直認為 恐怕要思考的是習近平的政權的穩定性 也就是說他其實是以攻擊的方法 來維護他的政權 我一直認為習近平 其實他一直覺得他的政權 是有威脅性的 所以說用任何攻擊的方法 來維護他的那個 某些保守力量的支撐 我覺得他是這樣 所以他不顧國際上的壓力 持續的對香港 就是去壓迫 去壓迫 現在就直接到立法會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恐怕是 必須要去了解這個整個中國內部 習近平政權所面臨的問題 又或者是從政治的角度 美國的制裁力道越大 國際譴責的聲音越強 反而鞏固習近平的力量 也就越堅實 對 因為人家都在欺負我們中國 那百年屈辱又來了 所以我們要捍衛我們的領導人 這樣 你這個邏輯 他有時候會顛倒 所以我覺得其實未來 國際上應該是其他國家 應該要是要類似美國的情況 像比如說現在有一些是取消了引渡協議 或者是說有言語上的譴責 是 或者是說 那我覺得其實其他國家現在 也在開始考慮了 我所知道有某些國家已經開始在考慮 所以在用國內立法的方式 就是像美國的立法 不管他叫做香港的自治法 或其他的法律的話 其實你正在考慮這種立法 那我覺得這個立法 如果國際上的國家更多的話 其實我認為會另外對 另一個角度 對習近平的政權去形成壓力 那會反過來 那會反過來 就是在中國的保守的勢力 搞不好會另外變成一個思考 就是說你看 因為你習近平不穩 所以說反而會讓習近平的政權 會更不穩 OK 對啊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壓力會另外一個角度存在 是 那頌老師我請教 我這樣比喻不知道合不合適 就是說我們現在好像在罵說 撒旦你怎麼會那麼邪惡 撒旦說 我是撒旦耶 你怎麼可以說 懷疑我不是那麼邪惡呢 但確實台灣有很多人認為說 他不是撒旦 但問題是 現在的問題是 他說你中國怎麼可以不依法 不依什麼香港民主的基本法 那你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憲法 什麼的 共產黨哪裡理你這個東西 問題在你可能要看一下 就是說先前包括黃之鋒 要選議員 他的參選資格被DQ掉了 disqualify掉了 之前有人宣誓的時候 是背對國旗或是不唱國歌呢 也被disqualify掉了 現在是這四個 其實呢也沒有做什麼 真的說要一定要怎麼台獨 或武裝革命的這些言論 但是呢 港府認為說你不愛國 就把你DQ掉了 我們來看一看這件事情 這是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 確定說要DQ disqualify香港立法會議員 有四個標準 那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第一個你宣揚或支持港獨 第二個你拒絕承認國家 對香港有行使主權的權利 第三個你尋求外國或境外 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這個就很籠統空泛了 你如果跟CNN連線說美國應該對香港人多關心 多制裁的話 就出版這條 或其他危害國家安全 這隨便你解釋了 這四條有一條 你就不符合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你已經是議員了 馬上被撤職 那所以呢 在這個人大解釋之後 立即的香港政府就說 我抓到四個 包括楊岳橋 郭榮堅 郭家綺 以及梁繼昌 這四個立即解職 所以呢 其他十九個民主派議員說 如果是這樣 我們叫其上其下 對 集體總職 所以現在香港立法會員村的 可能都是建制派 清北京派 第一 我就是說 無法無天 這個其實已經能理解了 但為何 在國際的壓力下 他更加無法無天 完全肆無忌憚 其實照中國的邏輯 他是依照法律來做的 依照這個 特別是香港國安法 剛剛這些是犯罪的 也就是說 現在他其實也不是這一次 其實是有機可訓的 有機可循的 因為在記不記得 在林鄭當時 泛民派要做這個九月的時候 本來預備九月要改選的時候 做初選 他們喊出口號 就三五加一 就是要奪取那個立法會中間的多數 結果呢 就初選之後 非常踴躍的投票 結果林鄭就出來說 這個事情為 有可能會違反國安法 違反國安法是哪一條呢 就是顛覆國家政權罪 說如果你是要 因為那個顛覆國家政權罪 有一條是說 如果你是干擾阻礙政權機關 去履行職權的話 然後你是犯罪的 那你就是說 我們本來是想像是這種情況 就是說比如說 佔領立法會 你讓他不能開會 這叫做這個顛覆國家政權 結果沒有想到民主的行使 就是說我奪取立法會的多數 這個叫做干擾政權機關履行職權 也就是說講明了 就是說我要保護的對象是香港特區政府 而且就是北京所指派的特首所領導的特區政府 他來執行職權 所以你只要要干擾他 即使是民主的方式 即使有民意的這個mandate 即使民意的托付 也是照樣是犯罪的 所以他之後就把黃之鋒等人的參選資格給DQ掉了 所以這次這邊也是 現在就是說有三個議員 他是說表面上理由是因為他簽了一封信 說呼籲美國繼續對香港的特區執行制裁 然後這個就變成說連結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了 所以就變成說他已經有罪行 變成說現在是犯罪層級 就是對國家不忠誠 然後就是當然就沒有參選資格 那你說的國際壓力是這樣子 我是覺得國際要繼續給壓力 我跟廖老師完全是一致的看法 至於說壓力有沒有效 就要等看比誰氣場 因為如果這件事情是國際所不能接受的 而且是根本就是民主變成一個遮羞布了 就是說其實根本就沒有民主 照剛剛那個邏輯 就是說那個民主是假的 你沒有真實的民主 你只有聽話的民主 那這樣子的話就只有說 我們就不能夠接受這樣的事情 只有給他壓力 那麼就看他的未來的化學變化 是 我必須要講 其實還有一件事情是相關的 照中國邏輯是非常正當的 記不記得國 就是那個香港的中聯辦 現在批評這個十九個辭職的 立法會的委員 說你們不照 其實就是說你們這個是嚴重 違反一國兩制 其實意思就是說 講我們翻成白話文 就是說你不照我的演出 我要你乖乖地做聽話的立法會議員 你留在這邊照劇本演出 結果沒有想到 你給我集體辭職 要去增加國際上對我的壓力 要讓我的遮羞布都掀開掉了 你不照劇本演出 他說嚴重侵害這個中國的主權 也就是說 就是說現在就攤開來講 就是說不但是沒有民主了 是說你如果不照中國劇本演出 就沒有民主把你擺在花瓶那邊 你還不願意的話 真是吃不了兜著走 你是不是像 就是說你這樣子也是 言下之一這十九個 接下來你也別想選了 對 當然他們的 對 意思就是這樣 他們自己也說 我幹嘛待在這裡 我等你 我什麼時候要DQ 因為我不知道我幹嘛待著 我必須要跟這四個人同進同出 所以他們是這樣子的立場 但是對中國來說 這是觸怒他們的事情 也就是說你連辭職的權利都沒有 你連做這樣政治聲明的權利 也是我把你DQ你才能走 對 你沒有權利自己走 對 我沒有叫你走 你就給我乖乖 但今天也不會講說什麼 香港民主已死 因為香港民主這幾年 不知道死了幾次了 死了又死 死了再死這樣子 但是我們來看看 這一次呢 包括人大接著港府 取消泛民四個議員 導致集體總辭這件事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他講到說 中共公然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跟香港基本法的承諾 一國兩制 已經成為中國的遮羞部 那美國會持續動用 一切的權利 制裁那些扼殺香港自由的人 英國的外相 他說這個中國這個做法 是對香港高度自治 跟自由再進一步的攻擊 損害了中國的國際聲譽 那破壞了香港的長期穩定 不過死豬不怕滾水燙 然後那個中國國際聲譽 也就是這樣子的 那再來看看德國外交部 港人有權利享有自由公平選舉 那呼籲香港政府儘快舉行立法會的選舉 那有一個比較大的變數是拜登 其實在美國的制度上 應該是已經成為當選人了 那拜登上來之後 面對這件事情 他會不會有相較川普更為有效 更為嚴厲的制裁 能夠確保香港的民主 可以再有一點點的火苗 但我們來看看 先前拜川普政府當內 包括了通過相關的法案 包括當時所謂的經濟制裁 以及國際的譴責 為何北京完全不顧 在香港國安法通過後 國際出現了一連串的反彈聲浪 美國在7月通過了香港自治法 總統川普也簽署行政命令 取消香港的優惠經濟待遇 接著美國財政部宣布 制裁11名港府和中國涉港官員 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財產 和香港關係深厚的英國 不但終止和香港的引渡協議 也放寬入境規定 讓將近三百萬名 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的香港人 可以定居英國 並在未來申請公民資格 澳洲 加拿大和日本等27個國家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表聯合聲明 批評國安法違反一國兩制 影響香港人權 歐盟也對香港國安法表達強烈的批評 不過廖老師我們請教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國際制裁 有沒有更多的空間 那我們先來看看 美國在這一年來 其實做了蠻多的事情 包括撤銷香港在美國的特殊地位 也暫停對香港的優惠待遇 包括出口進口等等的 那還有呢 對於香港的相關官員 還有中國相關官員 實施經濟制裁 他的帳戶就凍結了 美國資產也凍結了 英國呢 中止跟香港的引渡 也放寬了 剛剛談到BNO的進到英國的這些門檻 那還有相關的設備 也實施禁運的政策 歐盟呢 也做了一些所謂的鎮壓工具監視系統的出口的限令 紐西蘭呢 也對於所謂的軍民兩用科技 有做一些限制 加拿大也去相關的動作 然後國際間包括歐盟也做一些譴責 一個是能不能有更大的動作 第二個我想反而問的是說 如果中國宣稱這就是國內事務 關起門來打小孩 打到死 國際真的一句話 或是一個有效的干預行動 都沒有辦法做嗎 大概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現在這個空間 就是說你看念到幾個 就是說不管是 我們就限制某些東西出口 或是相關的其他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輕微的 比較輕微的 那比較會有一些效率的 應該是比較偏向美國的 不管是香港自治法 或是其他這種制裁 針對某些個人 那我覺得再過來的話 應該是說可能對某些產業 也就限制某些 中國的某些產業 他的外銷 或者是說 他取得某些 那個關鍵的物品的時候 那個可能會有 就不再只針對香港了 就針對全中國 他其實本來就是針對中國 你說你對香港的自治的話 其實是對香港的高級官員 以及對中國的 這兩者都要進行 那我認為未來比較 比較關鍵的是說 會不會形成 某一種聯盟 就是說各個許多國家都這麼做 那我覺得以中國像這種刺激的 做法的話 他其實在逼著 我們剛才說 那個引渡協議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很少國家反映 說我要跟中止 跟香港的引渡協議 你發現 我大概所瞭解是說 所實際國家 本來跟香港有引渡協議 現在已經有九個國家 都中止了 那所以說 他其實在刺激滾雪球 中國他越用力的時候 他是逼著其他國家 特別是主要的西方民主國家 必須要連結在一起 也就本來可能只有 美國會單一國家 可是當如果多國 連結在一起的時候 我認為會 那個會有點制裁的 壓力存在 了解 不過宋老師就是說 這個對任何一個民主國家 都無法想像的一件事情 一個公民 他當然有參選權 然後所謂的政府 去做思想審查 就剝奪掉你的參選權 一個已經選上的民意代表 然後去做思想審查 就剝奪掉你的民意代表資格了 這個在任何民主社會 都無法理解 無法接受 那在中國在香港 已經這個是事實了 那國際社會可能怎麼做 第一個 制裁是有效力的 比如說美國對古巴 或是伊朗跟俄羅斯的制裁 出於不同的理由 其實長期以來 特別是禁運的部分 會讓他們 這整個經濟會拖垮 我們其實是研究的 那個制裁前跟制裁後的 對他們國內經濟影響 是相當大 制裁一定會有效力 現在對中國制裁 就是剛剛廖老師所講 目前還是針對個人 如果但是在新疆的時候 已經針對中國的國氣了 然後就是說 如果再進一步 像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的 一種大規模的整體的制裁 包括對他僑民 在海外的一種庇護的 這個身份的給予的話 會對中國有更進一步的效力 那如果更多的國家加入的話 會形成國際上的壓力 那麼對拜登來說 就是說拜登在辯論時候說 他會讓中國遵守國際秩序 並且回到這個國際社會 那就看他是不是這樣做 因為呢 照香港的自治法 還有香港的人權 以及保護法 他其實是總統的職權 來行使要不要制裁 所以現在就是說 話說在前面 看拜登如果當選總統的話 他要不要做 那他如果不相信說 強硬的措施是有效的話 他有什麼更好的措施 那我相信呢 以美國來說 美國知道這個制裁 美國是制裁最有經驗的國家 他知道說什麼樣是會痛的 那麼我相信說假以時日 會對中國形成一個更大的國際 包圍跟壓力 那我想問的是說 剛剛我們談到是對於官員 在英國的 或是在美國的資產 或者是說相關的這些所謂的敏感 或是軍事鎮壓的工具 這些高科技的東西去做制裁 進一步的 您剛剛談到禁運 那可能國際間可以串聯的東西是什麼 比如說對華為的 就是一個相當大的 像華為現在為什麼在 拼命買晶片 因為華為的理由是因為他一直對於他這個後門的事情 還有他跟中國這個國防部跟軍方的關係交代不清楚 所以他對於侵害美國的人的隱私權一直沒有辦法釋黃 就是解釋這個疑慮 所以變成說美國對他的所有的這個取得更進一步的晶片 採取制裁 變成他逼著要在市場上買那些他現在可以取得的晶片 那他現在沒有更進一步的晶片 他未來的整個手機發展會受到限制而且他的5G的在各國的推行已經受到包圍去已經去解除 像這個就非常實際的 這個對於一個中國一個極大的手機公司來說的經濟制裁跟科技制裁 其實是相當有效力 是 那廖老師我請教站在臺灣的角度 如何理解這件事情就是第一個 不要對中國有任何錯誤的想像 第二個要持續關心香港 這是當然的第一個我覺得重要的是說 對中國的理解 就是說我們或許可能還有人會覺得說某一種期待 這個那你看中國對香港來看的話 就香港最大的一個問題在於說 你本來一個還有基本的民主跟自由法治的國家 的地區 他結果是完全的喪失 就司法也變成不獨立了 然後他的立法也是受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怕非常值得 我們在臺灣真的比較深刻的去理解他